Edan的電影有共鳴嗎 有的,看過時有的 我看過時已經在研究 好像第三還是第四年 然後有客人問我 你是不是看過那部電影才做這個帳 其實不是 但我看過時很有共鳴 我也是這樣 很可憐,每一段時間 每一個過程都是很奇妙的 大家好,我是宇治初時的老闆 我叫阿宇 為甚麼宇治初時沒有綠茶賣? 是沒有綠茶的 但有我的名字 因為我本身的名字叫宇 有阿宇治 而且我其實挺喜歡日本 所以用了宇治這個名字 其實宇治初時 初時的意思是 想每個客人都有那種初嘗的味道 因為其實酸辣醬是我自己研究的 我研究了六年 我還沒創業之前 一開始入行時就做日本料理 然後就轉了做西餐 後來那十多年就做中廚 其實做中廚也挺慘的 由早上炒到晚都沒停 之前我是為甚麼會研究這個醬呢? 我做了這麼多年廚師 我有一次炒一下東西的時候 我發覺再這樣炒東西 真的不行 曾經有一個老師傅問我 阿宇 其實你最擅長的菜式是甚麼 我是回答不到 然後想想想 那倒不如我自己創作一個東西出來 由零開始去創作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棒的 一開始想的時候就覺得很棒 但其實是經過無數次的失敗 因為一開始做這個醬的時候 被第一個老師傅去試的時候 他跟我說了一句 垃圾 都不知是甚麼 我差點想哭出來 但那時候是剛開始的 就是瓶所有東西很初步的時候 然後就不停地去想 失敗再失敗 然後當中的過程 在你失敗的時候 你是可以 每一次都會有成長 這六年裡面 我想我應該要炒了四、五千次都有 所以 哪怕其實每次都是0.01的 微調 微進步 但是每一次都是會再好 再好 再好 對呀 有小秘技 就是因為 辣椒是會有發酵的 所以就算你在家裡自己弄也好 你怎樣都一定要留一點空間 給他們 那時候想著侵滿一點 就可以讓客人吃得開心一點 嘩 這麼多 誰知道做壞了事 想著多給一點 但誰知道不斷滿一門 一開就爆 幸好是爆破了我 爆破了客人 真是糟糕 創業有沒有喜怒哀樂呢 有的 一開始的時候 甚麼宣傳都沒有 整間店鋪是零的 然後第一天坐在那裡的時候 是真的站著站著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很有熱誠 不停地銷售客人 一銷售他們 他們就馬上離開 聽見隔壁左右 就會喊悲喊得很厲害 然後我們是沒有 然後他們就很灰 慢慢開始會多些人認識我們 去嘗試我們的時候 然後就 一邊吃 然後他們就說 好吃 然後就慢慢回頭回頭 等等 來吧